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 明白你的心意 求主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这里线上感谢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读一段经节 这段经节记载在 真言第22章 24节到25节 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 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 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 自己就陷在网罗中 因为上帝话与我们同在 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 愤怒 愤怒其实是一种 非常强烈的感觉 而愤怒有时候是 我们会 弃在我们的生命里 有时候我们会 把它表达出来 而愤怒 愤怒要紧的是 我们怎样 跟我们生命里面的许多事情 来交往 愤怒是对某些事情 不太对劲的征兆 或许有些人 是 愤怒的愤怒是因为别人冒犯了我们 或者他们用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我们 于是 当我们再碰到这个人 或再碰到这些事情 我们的愤怒是因为我们的心中 是超乎我们所想的 然而我们自己的那个需求跟期待 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 于是这样无法满足的情绪 就会表现在我们的攻击 但是这个之后 我们又会对自己的攻击感到惊讶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相信一件事情 愤怒每个人都有 这正是情绪当中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地 去看待我们的愤怒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犯罪学家的统计 大部分的凶杀案 或者是大部分的车祸 其实往往是因为人情绪上 特别是那个愤怒 起来之后的失控 是大部分哦 大部分的凶杀案都是这样 大概有六成七成左右 都是一时失控 愤怒而无法停手造成的 而造成的那个伤害 却往往会是一辈子的痛 因为如果你的愤怒造成了别人肢体上的受伤 甚至别人生命上的伤害 我们这个人甚至要悲一辈子的痛苦 因此要紧的是什么 要紧的是我们要学习看见一件事情 我们愤怒需要有一个正确或是需要有一个出口 但是那一个出口请切记 当我们要开始愤怒要去压抑的时候 往往有时候那个压抑会压到另外一些人身上 我们有时候会生气 但是在外面生气 没有办法有出口 我们反而回到家 对家里的祈祥盛起 我们有时候往往在这里蒙受了不白之渊 而我们到那里 我们却把愤怒一股脑的就往其他的人身上 事实上这正是愤怒最不好的出口 因此只有唯有一种愤怒是值得出口的 意思是它需要是一个义分 我们需要秉公来处理 并且将我们那个神气的情绪 转化成正面的力量 而正面的力量 那正是上帝所允许的 要知道一件事情 愤怒往往会伤害别人跟伤害自己 它正像一柄两刃的刀 因此我们要学习愤怒 之前我们就要学向圣经的话语 因为圣经的话语里面 特别是雅各苏提到愤怒的时候 原文的翻译很有趣 原文的翻译叫做长的鼻子 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慢慢了解 如果你生气的时候 先深呼吸 长的鼻子或许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对一件事情 一个人极度的愤怒 请你先深呼一口气 好好让自己冷静下来 或许当下我们还没有办法平复 那样的事情 那样的情绪 那当下不一定要回话 因为往往在愤怒的当下 你所回的话 会伤害别人 也会伤害自己 因此我们要学习 长的呼吸 这或许只是一时的知学 但是或许它也可以 让我们好好先冷静下来 第二个 是把愤怒转向 成为一个 它可以变成正面力量的事情 如果你对这件事情 你对这个人 有非常大的愤怒 那好好的将这个力量 转化成 让这整件事情 变成好的事情发展吧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使用我们的愤怒 就好像今天 我们所读到的情节 真言智慧的人告诉我们 那些好生气的人 不要跟他们来往 非常容易暴怒的人 不要跟他们结交 而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生气的当中 就结下两次 与人交恶 他们生气的当中 他们好生气的历程里面 他们就造成了痛苦的深渊 不要 在他们的网络中 在他们的网络中 愿上帝的话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 怎么样的去看见 我们生命中心里 有一个孩子 是的 我们往往会与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会生气 但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当下可以深呼吸 冷静下来 好好想想 求主帮助我们 即使生气 也要将这个生气的力量 转化成正面的力量 让主你来使用 求主就与我们同在 求主也在我们的愤怒中 使用我们 我们在这里线上感谢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